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妙招之邦 金龙鱼是一种名贵的观赏鱼 它口大 口唇角有两条触须 游动时神态悠然 故此得名龙鱼 很多爱好养鱼的人总是养不好 那么金龙鱼应该如何饲养呢 一选择鱼缸 金龙鱼属于比较烈性的鱼类 捕捉小鱼动作凶猛 所以鱼缸要大一点 如果鱼缸过小的话 金龙鱼就不长个儿了 二控制水制水温 在饲养龙鱼之前 需要把自来水调理成适合养鱼的水 在新缸中放入足够量的自来水 先打开过滤器 循环三天左右 之后把加温装置 打开调整温度到27到28摄氏度 再循环两到三天 再把金龙鱼放进水温在20多度的缸中即可 三选择饲料和喂养量 金龙鱼是种长寿的鱼 饲养好的话活30到50年 喂金龙鱼还是喂活小鱼比较多 活体小鱼营养价值比较高 偶尔可以喂一些面包虫之类的食物 按照规律的给儿和合理的喂食量 20厘米到30厘米之内的龙鱼 每天喂食一到两次 每次喂给7到8成饱即可 30厘米到45厘米大小的龙鱼 每天喂食一次 每次喂给7到8分饱即可 45厘米以上的龙鱼 可以隔天喂一次 每次喂给7到8分饱即可 四换水时间方法 必须定期给龙鱼换新鲜的水 维持它们的最佳生存环境 可以按照每周换水两次 每次五分之一的量 换进困过的自来水 给龙鱼生活的水组箱 今日互动的话题是龙鱼的饲养方法 如果您有更多方法 欢迎留言分享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妙招之邦